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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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不见学生大人 他还是那么帅气 说吧 她的驾驶证为什么会在你的后座位上啊 你们在车里都干什么了 什么都没干 心里才怪呢 上回我看你们一起参加王者荣耀比赛 我还问你来着 你怎么说的 就是迎新李偶遇 顺便要他一起看比赛 结果呢 人驾驶证都在你车后座了 你们到底怎么练习上的 就是游戏里遇到的 他游戏打得好 我就请他叫我打游戏 然后你们就在现实生活里见了 差不多吧 因为那会儿我打游戏打得不好 所以他就到我家里来找我打游戏 孤男挂女的那种 还有赵云 李白 诸葛亮 那些野男人不算 如果量是中单 小晶晶 你就算跟我说这么冷的冷笑话 也消灭不了我八卦的热情 然后呢 你们不会已经在一起 你在一起你都不告诉我 你好好想想 我如果真的跟他在一起 我现在还会跟你出来喝东西啊 这倒是 你肯定是重色情友呀 那你也不能把重色情友 说得这么理直气壮的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真的跟他在一起 我怎么可能会单独出来呢 我肯定是要带个人啊 对对对对 糟了 金金 好像我们刚刚已经被人拍了 咱们还转了朋友圈 现在转来转去 转到咱班级群了 你看看 啥时候被拍的呀 真厉害这些人 我最近装死 不过话说回来 你怎么开始打王者如药啊 就是看你玩啊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就开始玩了 姐 你现在用什么号玩啊 我大号在QQ去 上个月特别忙 所以我就没玩了 下次要玩的话 我拿微信号带你 好好好 哎 行吧 既然呢你愿意带我 那我就不对你言行彼路了 神神秘秘 什么都肯跟我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给我转移话题 小子 我真没想到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还能跟于途联系上 真有缘分 我也没想到 说不出好信心 不行 我想说 来 有点烫 于途啊 你坐着坐着 正好跟你说两句啊 我吃饭的时候 跟你聊了那个小姑娘 你不再考虑考虑了 你照片也不看看你说 看看 看看 直接见个面就好了 给自己个机会嘛 也不耽误你什么时间的 阿姨 不用了 别浪费别人的时间 你们先聊 好 好 于途给你发了这么多微信 你居然都没回他 这哪儿多啊 你 你干什么呀 你专心拿你的游戏 我更新呢 好 静静静静静好 你 你给我看看呗 我跟我老公谈恋爱的活 我是不是截脱了 几百张老天记录给你 那是我让你给我的吗 发给我 还占了我手机那么多内存 小气鬼你 不过我看了还觉得有点爽 什么时候 见过于逸学生这个样子啊 哎 哎 哎静啊 你到底对人家有没有意思啊 你要有意思你别亮着他呀 学生也是很高傲的 啊 谁亮着他呢 姐 你的王者浩能不能借我玩一下 我想试试高端曲的感觉 你想坑人啊 你想坑人啊 没有 我打得也挺靠谱的 就是 没有一直排位而已 行不行啊 不行 你会害我被举报的 我好想玩高端曲 算了 给你 打不过记得给我啊 知道了 你最好了啊 我能打定别人吗 打不过 把手机给我 你这名字挺有意思的 摘棉花 你这排位试率也太高了吧 你还有两个五连爵士啊 真厉害啊 什么 两个五连爵士 不是 自己打得忘了 你月底生日 想有什么理由啊 送我一个五连爵士吧 我打到现在都没拿到过五连 谭老师 一会儿邀请您给年度最佳对抗路扳奖 行吗 好吧 我先过去了 先去吧 我先过去了啊 谢谢你们啊 今天辛苦了 去吧 好 去吧 去吧 先过去吧 我先过去吧 他都没发现了 你不够去吧 我先过来 我先过去吧 静静 怎么了 佩佩 如果有一个人 她跟你告别 但是她却偷偷地给你准备生日礼物 这是为什么呀 那可能是她有什么苦衷吧 我不要找一个我喜欢她 比她喜欢我多的人 这个刘不成年 我没有少 有的 你跟我们不合适 真的喜欢一个人 是很冲动的 不会犹豫 挣扎 不会想那么多 那我大概和你不一样 我想的太多了 快笑话一辈子了 晴晴 你怎么了 我只是 有点难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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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一趟 你不用等我 你去哪儿啊 我就不该问 肯定是那个长得漂亮的 又给叫出去了 靳靳 班长说他们换了个大的包厢 在B区V111 什么事啊 那个是吗 这儿呢 走走走 大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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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星 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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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 同学们 这样 咱们喝一杯 静静 咱们高中毕业之后 就没见过吧 我当时在电视上看到你 我都吓到了 没想到自己班同学 变成了大明星 这些漂亮的 晴晴 我的女儿是你的小粉丝 你都有女儿了 她可是咱们结婚最早的 她老公呀 就在那儿呢 小晴晴 好久不见 你们那不解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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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点个 你点个啊 我再讲两句啊 今年呢 是咱们难得一次 人数最全的一次 是不是 对啊 咱们多分了谁啊 对啊 多分了我们的星星啊 我咱俩还有星星来啊 咱们那两个学霸师 我怎么没来啊 我问了那夏晴 她说今天在乡下 跟千金聚餐来着 那个于途呢 于途也没来啊 于途打电话了 他没看咱们的裙 我也不知道他来不来了 这样 静静 你不是跟预土挺熟的吗 不够了 拿着拿着拿着 对啊 对 你们一块打过去的视频 我们都看见了 你的面子她就给吧 对 对 我们打过游戏之后 就没再联系 对对对 她们没怎么联系 不如给大家唱首歌吧 好 好 放开啊 我说一下 咱们大家都是好同学 好朋友 这个拍的那个照片 不要乱发朋友圈 好啊 不停 不停 好 乔景丁 你要唱哪一首歌 我就这首吧 好嘞 师傅 我在这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看过 流年雨伤口 总会有人 奔赴着天长地久 繁华路口 阑珊的花下 某人挥手 爱过你 我只心和安静的眼眸 也爱过你 心中的宇宙 时间不停留 记着遗憾 选走的夜中 风轻挂高浓 一无人等候 一无人等待 我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成我 神仇 我在那一段星河飘榴 遥望着那一颗首是你的眼眸 初步可及 醉菜难私有 光影不忘了 可笑时光静静如春秋 风轻松自由 我倾听岁月温柔 你们特久过分了啊 我给你们唱一首 好 于途来了 于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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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来了 于途也来了 你来太晚了 罚酒 罚酒 应该的啊 学霸呀好久不见 最近做什么呢 于途 你怎么还是这么帅 我都秃了 你怎么没忙啊咱 你怎么还是这么帅 让我想起了高中时候了 那个时候咱们大姐多风光呀 成绩全校第一就不说 好久不见 颜值都是全校第一 每次我跟别人说咱们五八 真是太有面子了 这是今天夏晴梅来 不然的话 静静啊 你平时是怎么保养的呀 怎么还越来越年轻了 对对对 大家都挺年轻的 我最近用了一个新的护肤品 特别好用 名字有点不太好念 我看到了 你们这干什么呢 这又玩手机 你大家不是来唱歌的吗 那什么 咱们搁几个喝几个 来 去 来来来 喝酒 你给老于拿点酒 等一下 我有点事 你们先喝 好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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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这儿 你来这儿 是不是因为我 不跟你计较了 谢谢你 谢谢你 走吧 老远 老远 你要不先找个地方坐一会儿 不说 要不再会儿 你呢 不要走 那 Mob 你帅哥 我帅哥 你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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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不好意思 我们先走吧 你们玩 同学们 我刚才没看错吧 他俩 不会也内部解决了吧 同学们 今天在场的所有同学们 我们一起进个群吧 我给大家发红包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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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为什么 比赛那天 我上台给选手们 颁奖的时候 你拿着我的手机 打来两个五连爵士 不是说不给我送礼物吗 怎么又送了 因为不是陪着你打的 我以为不算 因为这个 不是 因为 你怎么知道 我手机密码的 我一种看到的 你一共打了两局 就拿了两个五连 我的段位也没那么低啊 进去以后跟队友说 经纪给我代飞 第二局有个人说 凭什么呀 我说女朋友看着 兄弟 帮我忙 你只有说坏点了不想你 我现在也不想我 我们可不可以不输游戏了 我们可不可以不输游戏了 那说什么 这代表你答应我了吗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还问过你其他问题 对 还有火星移民 你要继续写 好 但是不用熬夜 我也不着急 好 电梯骑死了 还不如走楼梯呢 居然在安全楼梯里约会 你又有故事 你难道我帅啊 人家有女朋友 看人家女朋友怎么数 肯定也不要 过外面减肥 很帅嘛 任老师 跟你在一起 安全楼梯都不安全 那你要早点习惯 早就习惯了 我们换个地方办 去哪儿 到时候都是人 有个地方 肯定没人 可以 进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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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爷 进去吧 这么晚 大爷肯放我们进来啊 我跟大爷说 我以前是这儿的学生 想带女朋友过来看看 他说他还记得我 余大学神 他肯定印象深刻 可惜了 我女朋友不方便露面 不然的话 更方便进来 那是 你 其实早上我已经来过了 他没注意到 你今天来过了 学校的套场怎么没了 因为口罩吧 对了 你是不是以前有一次 带着几个女同学 跑出去采野花 被班主任批评了 你能不能记点好的呀 走啊 以前从学校食堂吃完饭 就会从这里绕回教室 那个时候就觉得 我们学校最漂亮了 你好像很少往这走 我一般奔秋长 所以就很少碰到你 有一次碰到你是在 那里 你还记得吗 于途 你有时间吗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可以啊 你说 你现在缺女朋友吗 缺的话 你觉得我怎么样 在你来的路上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 你烦旧账怎么办 今天不会 但是以后会的 我很期待 我很期待 到了 看不清 看不清 主意都换过了 那当然了 都十几年了 那时候你坐最后一排 你还记得我坐在那吗 第三排 你不会把全班的座位 都记住了吧 我可不信 那个时候你还能关注到 我坐在那儿 最近 一直在努力地回想高中的事情 那你想到什么了 我想起你 拿香酥机贿赂教你数学 你怎么想起来都是很厉害 我也会犯旧账 其实那个时候 我一直都有一个目标 但是却没能实现 和我考同一个大学 你怎么知道 我看了《黄殿爱好者》 那个群的聊天记录 你还找到那个群了呀 我相信你是真的在想 其实那段时间我挺沮丧的 初中的时候我成绩很好 我就很自信啊 可是到了高中 就没那么好了 可是我一直觉得 只要我努力 我学习一定可以上得去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 有些事情 不是努力了 就可以改变的 我应该教你 我也应该教你 你有难心吗 有 那我很笨 教不会怎么办呀 一定教得会 因为我很聪明 你能不能不要抓着机会就自恋啊 陪不上你相伴的未来 陪不上你相伴的未来 我梦过 星光前衣袖 白色衬衫 扶清手 牵头 我看过 流年雨 山口 总会有人 奔赴着天长地久 繁华路口 阑山灯过下 木人回首 爱过你 望着星空安静的眼眸 也爱过你 心中的宇宙 哦 哦 心均不停留 记着遗憾 震荡的夜照 风静过高楼 一无人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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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也 曾 梦然回首 我在那一跤星河漂流 遥望着 那一刻心是你的眼眸 初不可及 璀璨的思路 光落不忘了 好像是過境遷的春秋 風輕鬆自由 我傾傾歲月溫柔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